今天主要跟大家讲一下 普及一下 因为AI已经今年是第二年了 所以大家肯定是对整个未来 整个这个行业的发展 还是有一些担忧的 也可能对未来整个ID行业也有些担忧 那今年的趋势或者未来的趋势 其实也已经挺明确了 包括整个资本啊运作啊也挺明确了 所以说特别想讲一期关于 未来IT行业的 有五个可能有上坡的职业 就是需求增长职业 那有五个可能需求在正在下降的职业 所以如果有的同学是转码的 有同学可能现在正在做IT 正在上学 可能你们在找在 未来自己的职业规划上 可以想一想 因为未来不会有那么快的转变 但大概率时间可能三年四年之后 可能有很大的改变 所以大家来讲 希望有些警示作用 然后呢我自我介绍呢 我是Lightman 然后呢我的背景其实是Software Engineer 我就是一个程序员 已经也工作了快十年了 所以说我是家人学员的创始人 然后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问 今天讲的内容的话 咱们还是从AI的角度来讲 就是目前未来 AI对整个市场上的改变有多大 第一个是我们 咱们要讲AI的话 大约就是四个要素 第一个呢是关系数据 第二是关系算力 算法和落地场景 目前未来AI现在还属于元年 或者说今年是属于第一年 那第一年的话 已经开始逐渐形成了四个方向的发展 第一个是数据 第一个数据的话大家都知道 其实做所有的AI的公司 哪里离数据近 哪里的机会多 就是比如说这个公司 它本身带有很多的数据 或者这个行业 本身有很多可以使用的 Digital的数据 那AI在这方面会优先发展 比如说是纯互联网的行业 纯Digital Product的行业 比如说游戏行业 玩游戏的行业 比如说我们的互联网行业 比如说IT公司 他们的数据量会偏大一些 算力 那算力的话 这个方面的话 其实也得看哪个公司 或者说哪个平台 掌握的算力高 然后掌握的算力资源优秀 算法的话 其实大家也不用特别在意 因为算法被几个大巨头垄断 所以说对咱们来讲 除非你是做这个行业的PGD 你可以去研究算法 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更多是应用已有的算法 去为咱们使用 而不是研究一些新的算法 然后最主要的AI现在的问题 是落地场景的问题 其实AI你看到有这么多的应用 包括文生图也好 文生视频也好 就是Text to Video Text to Sound Text to Image 这些有不同的落地的场景 但实际上目前比较核心 能解决问题的 AI能够帮助的场景并不多 其实XGBT是目前比较优秀的 或者比较完善的 能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的这个产品 其他目前所有的AI的产品 还没有达到这个能力 但是未来能不能呢 未来可能在短时间内 会有这一个比较大的爆发 所以从产业链讲的话 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如果说有在座的各位 有可能有人创业 有的人可能会加入某公司 尤其是创业公司 尤其大家有的同学在找地方工作 找地方工作 找地方工作 如果去找创业公司 你们一定要记住 如果有的人没有签证 你的可能是Visa都没有 是比方说你现在还没有PR 你在没有PR的情况下 你去加入一个创业公司 你可能要想一想 这个创业公司是否能够真正能活下去 大部分的创业公司 其实存活时间大概十个月左右 就坚持能十个月 如果他的Business Model 没有证明他能够变现的话 他这个可能创业公司 大概十个月之后就结束了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没有Visa的情况下 好好考虑一下 加入什么样的创业公司 还是你并不在乎 你可以做世界公民 不在乎是不是要澳洲的Visa 这个就是另别论了 那从AI产业来讲 AI产业目前其实一共就四个方 四个 而且是非常明显的四个 第一个是硬件 硬件的话是其实以 还是以NVIDIA为代表的 提供计算的 提供芯片的公司 它是最大的 那如果说有人想从硬件方面创业的话 那基本不大可能 现在整个的GPU硬件或者说 AI的CPU基本被垄断了 如果有的同学 想通过硬件这方面去实现就业的话 你们可以想想 其实因为硬件提供的公司 就这么几家 那你就必须要卷进去 新的同学能不能卷到里面去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而且这个硬件提供的公司 其实就那么几个国家 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 还有欧洲 其他的都没有了 所以说如果想通过硬件方面就业的话 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就会带来什么意思呢 硬件这方面 比如WEE WEE的就业 如果想通过AI方面的就业的话 WEE可以想一想 比方做设计芯片的 比如说做那个 做嵌入室的 如果是从嵌入室走GPU的话 那基本上没大可能 所以这是AI产业链里面的硬件部分 那第二个比较大的类就是Cloud 就云服务部分 云服务部分被两个巨头 现在是AWS和Azure Google已经下桌了 Google已经不在桌子上了 所以说现在两大巨头 就是AWS和Azure 提供AI方面的云服务 尤其是以Azure作为核心 就是微软的Cloud Service 作为核心 它能够提供更大范围的AI Service 这个跟AWS不一样 但是AWS和Azure 其实他们两个家是走的是不同方向 Azure提供的是更加 all-in-one的那种解决方案 解决Solution Azure更提供的是云方面的一个硬件服务 云方面的这种服务整合 所以Azure和Azure目前提供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但目前Azure它整个在市场占有率来讲 是在非常迅速的增长 除了Azure和Azure之外 比如说OpenAI也算是其中一种 比如说DudorBreak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云服务提供商 也算是一种 但是目前主要的两个巨头 一人是Azure和Azure 然后OpenAI也算是其中一个 这是从硬件Cloud的角度来讲 现在可能大家经常会迷茫的 就是AI Model部分和Application AI Model部分的话 比较直接一点就是做AI模型的 做AI大数据的 做AI大模型的 与一大模型的 LLM的 像这些AI Model的公司 它其实非常非常少 也是一样 就是它是做 比如说大圆模型 像XDBT的大圆模型 或者你像HuggingFace的大圆 开圆大圆模型 或者像Claudia 或者Meta里面的 他们自己的这些大圆模型 所以像如果想通过 AI Model这些公司去做的话 目前能够活下去的 AI Model公司 也是那么几家 当然也有很多的创业公司 很多的 拿到融资的创业公司 有的个别公司 可能也会在做AI Model 但如果从世界发展来看 就是从资本主义角度来看 大规模的AI Model的公司 绝对是只有 OpenNV代表的 这些大规模集成的公司 他们能够活下去 但如果说 如果是从创业角度来讲 或者从打工角度来讲 打工者如果去这样子的 没有大资本支持 或者大公司支持的 这样子的AI Model公司 纯AI Model公司 可能会死得比较快 因为你像他们一次训练 几万美金 几十万美金就进去了 一般小公司是根本受不了 这种训练强度的 所以像AI Model公司 如果大家如果有走创业 我一般不建议去走AI Model 公司类型 如果你想走就业 就业的话 得看一下这个公司本身 他们背后的Funding 够不够多 要不然可能在打工 打工这半天 这公司没钱付工资了 然后这公司倒闭了 对大家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的同学如果想加入AI公司的话 或者纯AI公司的话 我们叫AI Native公司的话 你可能要想一想它本身的 它大模型是什么 然后Application就是应用公司 这个应该是澳洲最常见的 也是全球最常见的AI方面的创业的方向 所以Application这部分的话 更多的是运用AI 运用AI的话 它实际上是更多偏向于工程化角度运用 所以它并不需要像一个 我们说大数据 数据科学家 大Scientist等等 或者说哪些AI方面的专家 去进行应用 或者去进行AI模型的调试 这都不需要 一般像AI模型的调试工程师就可以 所以从整个需求者来讲 比较顶尖的人才呢 比如说你是非常喜欢做硬件的 硬件你可能有专利 或者说你发表过很多文章 你走硬件方面的就业 Cloud Service Cloud Service其实就是直接进Advisor Asia 去面试一样 这个倒没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如果想去OpenAI 或者想去这些大公司的地方的话 因为一个OpenAI或者说XDBT 它其实有很多部门造成 有的部门是专门做AI方面的模型的 有的专门做架构的 有的做Divots 有的做钱能开发的 你像XDBT它就是钱能开发 所以说像AI模型 这部分的就业的话 你们也可以想想 如果我想去AI模型的公司的话 我能做什么 然后Application是目前 大部分绝大多数公司创业的方向 创业就业的一个方向 然后更多的是应用前面的所有的部分 为它进行落地化 或者落地场景的搭建 这就是Application部分 所以如果我们从整个主流业务 或者说未来的一个主流业务选择上 主要是这几个 这几个岗位 一个是Mushin Learning Engineer Mushin Learning Engineer的话 这应该是绝大多数公司正在招的人 比如说Canva 它招的也是Mushin Learning Engineer 但Mushin Learning Engineer的话 其实绝大多数 如果靠叫这个名词的工程师 绝大多数其实都有PhD背景 非PhD背景的人不多 比如说Canva 因为有的同学他们申请Canva的Mushin Learning Engineer 问我为什么我申请这么多次 Canva的Mushin Learning Engineer 不要我 后来我问一下Canva的AI的Manager 我问他 目前Canva招的都是什么样的Mushin Learning Engineer 他说他们招的其实都是从剑桥 牛津 MIT这些来的PhD 而且这些PhD可能是在Meta之前做过 或者说在哪个某个大公司做过 所以像Canva这个级别的Mushin Learning Engineer 其实目前招的人都是非常优秀的 然后AI研发工 AIScientist AIScientist的话 它其实目前就业是有的 而且很多公司是在招 所以说像前面的这个 思考产业链来讲 咱们可以先不考虑 这些公司活不活得下去 但是呢 有的时候有些公司可能就会招AIScientist 比如说银行 比如说进入公司 他们可能不属于我们讲的AI内体的公司 像AI产业链上的公司 他们可能银行类的 你看银行类的话 它其实更不属于这里面任何一个部分 它仅仅属于这个application 比方说就是银行类的业务扩展 他们可能会招AIScientist 如果大家走 有的人是做DataScientist的专业的同学 只是个Master的话 我建议还是走PhD 就是不要停留的Master就结束了 除非你走的Scientist的话 你换一个行业 换一个方向去走 如果走Scientist这个词 是难度会偏高的 然后AI产品产品部分 AIProduct 这也是目前未来 现在需求并不高 AI产品部分还并不高 现在还是主要产品经理来做 像AI产品 然后AI产品设计 AI产品设计的话 更多是偏UI UX 但是偏AI的部分 软件工程师 Software Engineering 这个没有什么变化 这个依然是目前 未来需求程度还是偏高的 然后数据标注师 数据标注师 这个虽然是会有这么岗位 而且现在其实有很多公司 是有 但这个工作岗位 它实际上是AI Model公司里的一个岗位 但AI Model的公司 现在呢 其实它正在走另一种途径 通过各种激励的办法 尤其是Web3的办法 让这个标注师的职业数量变小 让更大的广大的人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AI标注师 虽然是有这么岗位 但是其实数量在减少 然后是可靠性工程师 就是我们说的DevOps 简称叫SRE 刚才群里有人问是 像去OpenAI这一类大公司 是不是要拿到PR去美国才有机会 如果你想去OpenAI这种大公司 在美国的话 其实不是拿PR 是要拿Citizen 要换Citizen 换成澳洲的Citizen之后 才能去美国会比较好一些 因为要换一个签证 一般是E3签证 或者H1B签证 具体我不是很清楚 目前整个除了刚才是整体盘点一下 现在是我们讲一下 比如说现在Engineer类的方向的话 是一个目前比较大趋势 像过去的时候 我们整个岗位其实都叫Software Engineer 就过去的时候 像12年11年的时候 你看岗位的名字都叫Software Engineer 过去并没有分前端后端 也没有什么DevOps 也没有什么Data Engineer 11年10年或者09年 这岗位是不存在的 我们统一叫程序员 就没有这岗位 但随着11年12年开始更多的 我们叫Digital Product出现之后 更多的互联网化 或者我们叫Digital Translation 就更多从传统业务上云 然后很多的云计算的兴起 之后呢 才出现出才衍生出来了这么多的岗位 像Software Engineer的话就衍生出 我们叫 比如说还是叫Software Engineer 还有叫Frostware Developer 就是全战公司 又前端又后端的 过去其实没有前端 14年之前没有前端工程师这个名字 14年之后才有前端工程师 因为我是第一批 所以我特别清楚 之前的时候没有叫FrontEnd Engineer这种词 所以14年之后才有了这么一个Forsight Developer FrontEnd 或者Backend Developer 这么个词 然后呢 又衍生出来一个新的行业叫Developes Engineer 或者刚才说的叫SRE 然后呢 又是Data Engineer 所以随着那个分工的开始呢 就开始在整个这条Engineer这条路线呢 我们分出来三个不同的职业方向 然后呢 但是从今年元年AI开始呢 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AI Engineer 目前AI Engineer在你如果去查的话 其实并不多 但整个过程开始变多了 就过去的时候在这半年时间里 之前是非常非常少 然后开始慢慢变多 因为现在的需求 公司的需求非常明确 就是出现一个叫AI Engineer 的这个岗位 这个AI Engineer的话 说实话 跟过去的Software Engineer 是非常非常像的 所以说从一开始的分开 三种不同的方向 到现在2024年开始慢慢变成 一个全新的一个岗位叫AI Engineer 但做的东西呢 其实跟过去Software Engineer 其实差不太多 都要会 简称真权这样的工程师 跟现在叫Platform Engineer 是非常像的 那整个AI Engineer都干嘛呢 如果你们去SIC查一下 就可以看到 现在有很多的公司开始招了 像德勤啊 或者很多现在的公司 开始招这样子 一个叫AI Engineer的一个岗位 你可以想他要学做的东西 第一个是呢 我们叫Fature Implementation 就是说开发 虽然叫开发的意思 那第一个开发的话 其实就是Software Engineer 就是他日常做的工作 第二个呢 是CICD和Data Pipeline CICD呢 是DevOps这边一般会做的东西 Data Pipeline的话 一般是Data Engineer做的 因为做AI Engineer的话 我们需要把数据流 要不断的导入到大模型那边去用 所以说会有这种 自动化的Pipeline去搭建 这个是日常的 日常工作 第三个呢 就是模型的实施 这个模型的实施呢 其实简单来讲的话 非常像Data Engineer做的事情 就是你得起码了解一下 关于不同的大原模型 或者说AI Service AI Cloud Service 我们用什么 比如说像我们自己用的话 我就直接用Area的全套服务 Area提供什么AI 我就用什么AI 这也相当是Modeling的一个训练 第四个呢 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 不同的Cloud Service提供 所以像AI正念的话 要需要会如何去管理 多种云的服务 这个管理多种云的服务 其实就是现在的Data Pipeline的主要工作 就是管理不同的云服务 第五个是目前需求量最高的需求 就是关于AI Solution Design 这个内容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我如果说我想做一个 比如说你想做一个推荐系统 什么叫推荐系统呢 比如说比价网站 我想买一个Switch 或者说你的搜索的内容叫 我想给 我想买一个给我男朋友的礼物 但正常情况下 咱们在Google上搜 我想买一个给男朋友的礼物 它是怎么搜呢 它是从Google上 看谁之前发表过这篇文章里 然后去推荐出来 比较合适的一篇文章发给你 对吧 一般咱们现在 现在想去找到这个 如何我给 给我男朋友买一个礼物 是这么做的 但是未来的情况 整个的AI的 整个的市场的进展来看的话 我们其实现在做的是 当我写的需求叫 我想给我男朋友买一份礼物的时候 这份需求转成Prompt 然后发表 发布给General AI的这个引擎 然后它会去产生一个相关性的搜索 然后再返回出来一个结果 它会根据比如说 你现在问的是 现在问的是7月份的礼物 还是12月份的礼物 还是他生日的礼物都不一样 这就是AI会带来的一个整个的变化 AI带来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 比如说刚才还是我想要一份生日礼物 我想给男朋友一份礼物 那它的整个的模式就变了 就平时咱们用的是API的去 call来call去获得数据 比如说他把这个Prompt 放到里面去之后放到我们的 或者我们叫现在叫黑核 你先不用 比如说先不用管它是怎么实现的 比如说它就是一个AI Service AI Service去搜索的时候 它其实也是用的Prompt 和一些LongChain 这些乱七八糟的技术 然后它并不是用的是SQL 去调取来的数据 它更多的是用AI方面的技术 用Prompt去生成这部分的内容 然后再返回过来 它的数据库 跟过去咱们使用的数据库是不一样了 它用的数据库的内容 一方面是借鉴于我们自己本身 数据库存放的这部分内容 存有的数据 然后比如说通过 比如一种一种 现在流行的技术叫Rock 比如通过Rock的方式 去把你的所有的数据库内容全部学会 全部学会之后 这个我之前上个月讲过Rock的问题 现在这个月没讲 比如说Rock 拿到Rock之后呢 然后呢 当Prompt过来之后 通过这个Rock去生成 它想推荐的产品 这个产品呢 你可能没有写过任何文章 它只是根据本身这个产品 以及大模型里面学到的东西 推荐给你的男朋友一个数据 这数据呢 可能来自于Rock 你的Rock里面 Rock就是RAG 然后呢 如果你的数据库里面有100个产品 它就从这100产品里挑出来 拿5个产品是适合给它的 所以整个过程其实并没有写过文章 也不需要去写文章 然后AI可以帮你生成 这就是AI solution design 这种岗位 或者我们叫AI engineer 它们重新架构了整个的云服务的流程 以及Quarrie的流程 尤其是Quarrie的流程 尤其是数据库读取的流程 这个整个都在变化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目前会有AI engineer这个事情 那AI engineer现在呢 是一个新的名词 这个名词的话 目前你在SIG上或Linked上可能能够看到了 尤其是有的 有些大佬 有的公司 已经开始招了 这是我截取了一些 他们的job distribution里面的描述 那第一个描述的话 就是Data architecture和Pipeline development 就是我前面说的一个 关于Data pipeline的一个搭建 这个搭建的话 Data pipeline 就是说不仅CICD搭建 同时还会包括数据方面的一个搭建 这个其实跟目前Data engineer 对工作要求的是一样的 其实Data engineer目前的工作也是要求 关于Data和CICD的Pipeline搭建 这是目前正在做的事情 然后这个general AI implementation 就是说gen AI这部分的内容 就如何用通过程序员的方式 开发的方式 把AI model和resource连在一起 提供给production用 这就是程序员的部分的要求 innovation research呢 这个也是一样 这就是刚才说的solution design 如何通过AI的方式去给整个的产品模型 去改变 提高它的 不能说提高效率吧 比方提高它的返回的精确度 效率的话目前并没有很高 然后第四条的话 就是machine learning的model和一些algorithm 就一些的算法实施 这个实施部分的话也是程序员的部分 然后呢第四 第五个的话就是用微软的工具 或者一些framework 创建一个AI的解决方案 这刚才的AI solution是一样的 然后呢这个pre-trained language等等 这些也是相当于是在做AI的一个solution的design 然后倒数第三个的话 如何去把AI的model 放到生产环境端 这个就是divots 然后如何integrateAI solution 然后如何去开发AI solution的一个解放案 这是目前我接触到的很多的公司 尤其是我这半年其实也没闲着 可能没怎么做一个讲座 问了很多的AI目前的一些创业公司 以及比较大的公司 可能容了上千万的公司 他们目前的员工正在做的事情 和他们目前想要招的事情的人 差不多是这样子 之所以现在还没有大规模的开始 去明确这个名词呢 是因为大家的需求 其实都不太确定 就是不太确定 我是不是要这样的人 或者说我这样的人 是不是叫这个名词 或者怎么样 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应该在很快的今年 可能这个名词 大家可能熟悉的程度会更高一些 或者比如说有个叫AI solution engineer 这种名词可能大家了解的程度会更高一些 比如说现在 现在呢 比如现在吧 我们现在能够接触到的 AI的创业公司也好 或者拿到巨额融资的创业公司也好 他们想要的人 他们想要的程序员 他们也很多人会问我要程序员 或者问我要这方面的人才 那无一例外的话 他们其实目前的需求呢 就是这样子的需求 一个方面是实施 实施把AI模型实施上去 第二事情呢 是用AI的模型去搭一个落地的场景 第三呢 是如何去选择AI方面的服务 去完成最终目标 所以相当于整个过程的话 它是现在需要一个design 简单来讲 你们可能会认为 这是个非常cineer的岗位 但是呢大部分的AI创业公司 也付不了那么多的钱 而且cineer的岗位的人 可能也不大懂 所以对目前来讲啊 大家现在设计是一个非常非常混乱的 Drop市场 这个跟我当年 我是14年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是14年创 不是14年创业 我是14年就业 14年像我刚才跟你跟你们说的 14年的时候 没有前端后端 只有software engineer 但14年才刚刚开始有前端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稀里糊涂的进入前端 我稀里糊涂的 会用了一个前端框架angular 可能大家可能没听过 那个时候是市场占有率大约百分之八九十的 所以说大家在就业的时候 可以考虑一下 在一个混乱的时代里面 它的整个的需求 会根据这个时代的发展去做改变的 如果你们想在这个时代上 去拿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其实我个人认为啊 这是一个不错的路 但是你要学的东西特别多 这个比我之前纯前端 学东西多多了 但不管怎么说 现在招的呢 其实简来讲 就是四块 设计 Build Training 和Deploy 这四块内容 这四块内容的话 其实就是做一个小型的创业公司的一次 比如说我想做 像刚才说的 我想做一个 推进我的电商网站 为他男朋友买个礼物 那你想想这个东西怎么设计 这设计过程中需要什么 什么样的资料和内容 然后呢 我去给他去提供资料 Build是什么呢 我可以这样子 我可以分享一下 改一下分享屏幕 我写一下 这个屏幕大家应该能看到吧 所以说从目前大家如果从事AI engineer的话 如果你们想从事这个行业 我可以写的简单一点 就是首先呢 是Design 这个Design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包括的是System Design AI Solution Design 然后里面的API之类的Design 这API是比较大范围的内容 然后这个是Cloud Service 这个东西 这四个Design其实很接近 这四个Design 前两个是一个东西 其实你不管写System Design也好 AI Solution Design也好 这是一个东西 剩下内容也是一个东西 虽然我写的这四种 就是System Design是最大范围的一个 最广范围的一种解决方案 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完成一个目标 那我需要使用哪些技术和云服务 完成这个目标 其实核心就围绕这个来的 然后如何提高效率 如何降低成本 就是我们所谓的降本增效 所以System Design主要是完成这三个 那完成这三个的话 我们通过我们 咱们自己对整个行业的了解 比如说我 有两种选择 比方说你要做一个东西 有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 一种选择呢 是自己训练模型 自己开发 AI数据库 还有一种呢 是直接调用AIA AIA Service 这个是我做其他公司的那些 一些创业Mental 经常会碰到的问题就是 很多人做创业的时候 或者说你们可能 未来老板做创业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一个 他们认为自己训练的模型 尤其是自己训练模型 会比这些大厂训练模型 要更优秀 这是可能你们 如果出去参加Meetup 经常碰到的问题就是 我自己做 我做的比OpenAI更优秀 等等 但实际上 这个数据量差太远了 有的数据量可能只有 比方他只有几百万的数据 跟人家几万亿的数据比 就差得非常非常远 只是他通过人工的方式 去来讲获得一些 可能最后的结果 所以你像从System Design的 角度来讲的话 如何提升效率 如何降低成本 那自己训练模型 可以想想大约多少钱 我直接用AIA的AS Service 大约训练多少钱 然后最后的什么时候 能够去实现 又花多少时间 这就是我们在用A 所谓的Design的时候 如果你们想找一份工作 Design的部分的内容 可能就主要考虑这些 那更多的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实现一个功能 你到底需要哪些云服务 这个就是Design最核心的部分了 比如说一个例子 我想实现线上面试 线上AI面试吧 线上AI面试功能 比如说我们想做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就 你如果需要做的话 就需要去重新想一想 那么可能需要做的 首先第一个是 Voice ToText 就首先把你作为一个面试者 一个语音转化成Text 然后呢传回AIA里面 还有一个是呢 Video ToText 转化成Text 传回AIA里面的服务 然后呢传回AIA之后呢 我们就比方Voice ToText 那就变成Text ToVoice 叫TTS ToSpeech 说错 TTS 这其中的一个TTS服务 然后这里呢又是变成了一个Text ToVideo TTV服务 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想做一个AI面试的话 我们需要同时要运用这两个服务 Text ToSpeech 然后Video 然后这两个服务呢都需要RealTime 那这就是另一个技术了 所以说我如果要去实现一个AI面试功能的话 我们就需要这几个核心的技术在同时出现 那这个Test to Speech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Whisper服务 所以它有很多的一种AI的解决方案去做 那AI解决方案的话 好处是什么呢 现在这个社会上 现在整个的大环境里面 会的人特别少 就懂这些人的特别少 只要他不做 他就永远不会 因为只要现在的公司不想做 那他永远不会 但对于大家如果真的想去找工作的话 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这些东西呢好好去实现一下 做一个小小小的简单的功能 然后去实现 然后呢去完成你一个简单一个技术的积累 可能就会有很好的一个工作机会 其实现在我不知道大家 因为我知道大家在小红书上也好 或者Linking上也好 我也知道现在在整个IT行业里面 有4万人在找工作 4万个学生在找工作 因为4万个学生 有80%其实是非PR的 所以这种人数量 他并没有统计在移民局里 也没有统计在那个home affair里面 所以说感觉澳洲的实业率还是很低 但实际上我 但实际上工作机会其实很多 可能大家并不知道 但是我出去一看的话 其实工作机会还是很多 只是大家并不适合 或者说并不适合这份工作 但工作机会是有的 而且他们也招不到人 这是我想今天给你们带来的一些信心 就如果想去走 IT或者澳洲IT 这是一条比较不错的路 而且现在很缺 但是工资并不高 我可以说现在工资并不高 个别的公司可能给的高一点 但现在的工资并没有很高 但是未来可能如果经济恢复之后的话 可能会高一些 比如刚才是设计类 设计类的话 就是去实施类 去实施类的话 其实就是开发 简来讲就frontend backend 然后是API 广义的API 前端后端API 这个前端 我也说的是广义的前端 这个后端的意思 其实server 或者serverless oncloud 就简单来讲的话 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backend 大家常说的后端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所谓的后端了 这个后端是指在云端的 server上运营的 这种语言 或者说我们serverless的语言 在oncloud上 广义上的前端是什么呢 mobile web voice video 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会忽视的 就是那个叫 visionprod 这个东西 像这些都是广义上我们所谓的前端 然后端的广义现在其实就是 cloud server 和serverless oncloud 然后中间连的是什么 中间用API 那就会分什么呢 会分streaming模式 non-streaming模式 之前streaming其实已经蛮古老了 尤其是做video的会多 但现在因为我们用AI 所以普通的很多的文字 也需要streaming了 如果大家看到 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 咱们在用trygbt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这个字啊 不断的跳 就是比方说frontend 他不是一下子把所有的字全部给你 像我现在打字一样 我一边在思考 一边打字一边给你 这就叫streaming模式 但如果他把 比方xgbt 一下子把你这个答案给你 这就叫non-streaming模式 就没有走streaming streaming的话就是你出来一个字 就传给你一次 它中间是没有catch的 就没有缓存的 直接发给你 这是原理上的一个实现 就叫streaming模式 一般情况下 咱们在传API的时候 像Nginx的话 一般有200k的 一个catch 就是一个缓存 会把你先存好 然后再发 这样的话效率高 但实际上现在普遍开始使用streaming了 之前其实并不多 现在build的时候 简单来讲的话 做实施 广义上的实施 API 这就是build 跟之前没有太大变化 然后training operation的话 简单来讲的话 就是如何去选AI model 如何选择你的AI model 这个AI model的话 比如说OpenAI免费的 比如说一些open source的开源的 free的model 就是来自于Hugging Face的 这些免费的model Cloudy这些 这些的话 就在想我们如何去搭建它整个的 整个的模型去做 然后呢 这就是还需要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就是data pipeline 和我们储存的数据库 datawirehouse和data lake 这些东西是该怎么去设计会比较好 然后把数据 喂到前面的这个AI model里面去做 该模特的话 有的比如说即使你用OpenAI 你也可以用Rug 刚才我说的Rug是这个 这个Rug模式去做 这个Rug模式其实连接的就是Rug OpenAI玩法 就前面是个Rug 后面是个OpenAI 具体Rug不怎么讲 以后可能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下个月有看法和 Adolescent的活动 办公室的活动 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Rug的话就是说 我们就即使用data pipeline 和data warehouse本身 我们自己的这些数据 我们可以放到Rug里面去进行 进行学习 然后形成我们自己的一个知识图 知识框架等等 这个所谓的training and optimization 这部分内容 这部分内容也是 AI engineer最核心的一部分 需要汇的内容 但这个内容 其实说实话 占的工作量不大 占的工作量可能只占20% 这个Builds呢 可能占50% Design呢 可能占20% 所以不管你这个做AI engineer也好 做什么也好 你这个东西啊 Design也好 Builds也好 做开发是最核心的部分 要求的内容最多的部分 所以你首先把程序coding这部分 要学的很OK 其他部分才可以玩 然后像刚才的deploy deploy deploy是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它占的少 比方它只占10%工作量 那更多的是什么呢 可能大家有可能知道一个叫IAC的东西 那作为AI engineer 目前我了解到的 IAC是基本要求 就是IAC呢 你可能比方用Terraform也好 或者说Terraform比较难用 那个可以用Builds 或者说其他的 ZKA这些都可以 有很多种不同的 不同的模式去做 是叫Plumi 这些IAC主要是什么呢 因为做AI的时候 有很多小的那种service 会需要去使用 然后会经常使用deploy 而且要放到云端 所以deploy这部分目前是一个比较基本的要求 当然可能不用精通 但是要会写 这就是目前AI engineer 如果我们能够查得到的话 这是四个核心的比较主要的工作内容 这工作内容说实话 看着只有四个 但实际上内容相当于三个职业 目前的三个行业的统一版本 挺难的 所以这是现在这四个部分 如果做AI engineer 他整的key responsibility design build training optimization deploy 然后职业规划 在网上走的话 现在有个叫这个 CAIO 首席AI officer 有些公司开始有了 有些公司开始有了 我故意放在这 可能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 现在我 现在我 说实话 现在整个行业24年25年 尤其到明年 现在还只是一个 待爆发期 25年肯定是爆发期 所以说你们在进入25年之前呢 希望呢 准备准备 提前做好一些准备 25年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机会 来走 OK 这是AI engineer 这AI engineer的话 Software engineer 分成三个 然后做不形成AI engineer 说实话 AI产业更加普及之后的话 AI engineer肯定还是要再分的 再Split出来 肯定有Split出来这三个 所以说像AI engineer 然后现在的话 我们比如说 除了刚才的AI engineer之外 现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需求的上升的 还是我们所谓的Developes engineer Developes engineer的话 主要是有四种不同的名词 可能你们要注意一下 平时我们叫的是Developes engineer 然后有一个名词叫Site reliability engineer 一般谷歌叫这个名字 Google叫这个名字 还有大厂的一般就叫SIE 然后Cloud engineer 然后是Platform engineer 所以这四个名词 它其实是有一些工作的侧重点的 然后工作scope也不大一样 Developes engineer的话 工作范围会更广一些 SIE的话 它的工作是围绕着如何让站点可靠性 增强或者说让站点可靠这个角度去做的 这从字面上角度来讲 就这个叫可靠性工程师 这里有会设计到很多的coding的部分 就是很多体验网部分 Cloud engineer的话 更多的是做一些solution的设计 比如说我们如何去使用各种各样的云技术 云服务 如何去实施云服务 这对更多的是Cloud engineer Platform engineer 你可以简单理解 我们就叫真权战 平时我们叫Forset developer Platform engineer才叫真正的权战 真权战工程师 它除了做Developes 基本的内容之外 你必须要会写代码 而且必须要会开发 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谓的真权战工程师 所以如果说你们在求职的时候 看到有个东西叫Platform engineer 那代表什么 你既可以做Developes 你可以做Plan 你可以做Monitor 你也可以去开发Feature 你也可以去写代码 你也可以去走Agile 去做开发 去写Mobile都可以 这叫Platform engineer 就在这个平台上 你什么都得干 这叫Platform engineer 现在有很多公司在招的 就叫Platform engineer 有的同学可能生了 感觉怎么没要我呢 大家可以要知道Platform engineer 核心是干嘛的 核心是主要去解决 从前端一直到最后 部署测全部都要cover的部分 所以这四个工程师 他侧重点是不同的 那无非是主要 这四个部分是最基本的 Cloud information Cloud infrastructure design 跟刚才的Cloud service design 一样 deploying service 就比方说如何去实施CICD的部分 然后下面这三个不同的software as a service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platform as a service software as a service 这三个不同的service less process 这三个在这上面基础应用的这些服务 得了解得会 然后还有是automation和orchestration 就是容器化还有自动化这部分 这就是divops的部分 这部分并没有太多变化 无非是什么呢 更多会有 关于AI方面的integration的部分 也是有很多企业在弄 有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concented公司 他们接触的项目会更早一些 然后五个更加需求 除了刚才的divops之外 还有for-side developer for-side developer也是一样 其实现在这三个岗位是很像的 那for-side developer的话 他可能要求你开发更有OK 然后顺便着 比如说你有solution design能力 就是刚才说 如何我用哪些AI的service来做 然后如何用AI哪些Cloud service做 然后如何去测试用AI Testing with AI是什么呢 现在如果大家使用copilot 或者现在用AI的工具去帮助你写unitest的时候 你发现现在拆divops 虽然可能解决不了很多代码上的错误问题 可能解决越来越多 但你让它去写个测试用力 像写个test case还是很容易的 Testing with AI 这个事情现在是很普遍的 大家可能去了解一下 多使用AI去写test 然后是AI的一个architecture 就是现在比方说可能长 你们可能在群里可能经常见到一些rock 这种名词 不要就下次 月底月末的年末的时候 有人开始说rock了 你可能还没听懂rock是啥东西 作为在IT行业的话 也得了解一下 Streaming就是信息流的一个部分 像Forsight developer 除了之前的一个基本开发之外 就是关于这个Cloud service的部分 应用 然后Testing 然后Structure 平时我们平时说的architecture就是拓谱 一般我们就叫micro service 或者serverless 一般这就是两个常见的架构 常见的网站架构 那现在什么呢 现在我们就多出来一个叫AI的架构 就是要再多学一学 反正大家从事IT要知道 就是终生学习的一个行业 然后Streaming就是刚才我说的 需要信息流数据流 这是Forsight developer 目前依然还是会有一个比较高的需求的部分 这个Forsight developer 其实现在招聘的时候 像现在来讲 现在七月份了 现在已经很多公司开始 尤其是澳洲的公司 如果你不会用AI的工具 或者拆GBT这些工具 而且它会根据这些工具会问你问题 如果这些工具 你用的不熟 或者基本上不怎么用 或者说没有什么概念用的话 可能拿不到工作 就拿不到offer 因为使用AI帮你去写代码 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要求 基本的一个问题了 所以说现在全战班才增加了 从下一期开始 我们增加了 关于AI service应用 之前其实也并没有作为一个比较重点的事情 现在目前看到是一个比较重点的事情了 所以现在全新的全战班 会增加AI的一个service的应用 不是用Copilot 是要去做实施 然后五个需求上升的IT职业 AI产品经理 这是第四个职业 这四个职业很像 AI产品经理 AI产品设计 就是为什么加的是AI 而不是叫产品经理 因为如果说 你不是用AI的产品经理的话 它其实这个需求是在下降的 但如果你是用AI这方面的product manager的话 或者AI business analyst的话 这个需求是正在上升的 这上升并没有很快 其实有点缓慢 但是需求还是明显是在上升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想从事AI方面的 或者想从事产品经理或者我们叫BA的话 我非常建议的是多看看AI部分的内容 这个AI部分内容是怎么看呢 就像刚才说的一样 AI的Cloud service 到底有哪些应用 我们可以直接降低 刚才说的一个降低的成本 如何去设计整个AI使用 这是AIBA或者AI产品经理核心的做法 更核心的做法是什么呢 现在其实像前面最早的一部分 讲的一个叫落地场景 落地场景应用 还有叫application 这是目前AI产业里面最难的一部分 就是我做的这个AI应用 如何能让普通人使用 如何能让普通人没有恐怖股效应 能够正常的使用 这是目前一个非常难的点 所以AIBA这部分 也是在混乱的时期 因为现在其实没有一个 所谓的一个圣经也好 或者说怎么样也好 能够帮你去梳理一下 我如何去做AIBA或者AI什么经理 这部分 但是目前的需求是在的 而且蛮多人问我 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没有解决掉 就是像匠人现在如何去实施AI 如何能让大家实施AI 并且没有恐怖股效应 而且天天用这个我们开发的工具 现在这部分也没有解决掉 所以说希望大家如果有想从事BA这部分内容的话 证明经理这部分内容的话 大家应该走到这些方向 这个方向起码是有需求在增长的 其他方向的需求是在下降的 第五个需求 可能之前从来没有讲过一部分 第五个需求是什么呢 第五个需求可能 就是 这里我说的叫 Cyber Security Engineer和 Cyber Security Analyst 这个的需求 比较常见是什么呢 是在AI企业里面出现的 目前所有的AI企业 都要做一个这个东西 叫SOC2 或者叫GDPR Compliance 这干什么呢 就所有的AI企业呢 它需要让消费者或者使用者知道他们的数据 是被保护的 是被 是被 是被不公开的 等等这个事情 然这个SOC2的这个东西呢 也不知道从哪开始的 就大家都在用这个 都在去使用这个去平衡自己的数据 是安全的 给大家看 包括一些 尤其拿融资 也需要去有这个SOC2 这个type2 这种认证 这就带来一个新的一个需求 去验证 它的数据的 是符合直接二级别的 直接符合的 这个东西呢 是第三方认证 但是呢 这是目前一个需求 这个需求的话 如果说大家想找 Subsecurity这部分的工作 我喜欢这部分内容 我建议的话 其实就是现在的Subsecurity Analyst 这部分的工作干嘛呢 这部分工作其实是在Consulting公司 Consulting公司 开始目前有这些Case 去帮助AI企业去做审核 然后有多出来这么一个岗位 然后慢慢开始增长了 这个AI Security Analyst的话 我总结呢 我总结我不是方面专家 我总结就说三个 第一个是Monetering and Detection 就做监控和测试 去查一下漏洞有哪些 然后本身他存的数据有哪些漏洞 尤其是我们平时做程序员开发的时候 经常把个人的数据PII的数据 或者说比方他的他的名字 他的地址 他的电话 他的那个生日 都公开的储存 你要知道这几个数据都有了之后 可以改账号密 可以改银行的密码的 这属于PII的数据 比如说如何去遵循GDPR 欧盟的数据的隐私的标准 去做 然后第二个是呢 是叫incidence response 就是出现故障的一个response 怎么去做 然后第三个呢 是wonderability assessment 就是看这些整个的数据 整个的engineer project里面 有哪些问题 有哪些错误 然后去给它更正 去给它更改 提出建议 当然他是做analyst 所以他不需要去实施 他更多的是 告诉程序员那边去改 告诉AI engineer那边去更改 更多的是做这个 就如果想走cyber security analyst的话 目前的需求已经明确明显的 比过去任何一年开始涨了 其实过去 因为你看咱们从来没有讲过这个 cyber security 哪怕这么多年 我也从来不说这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根本找不到工作 但现在问题是 现在我已经看了 因为我接触了很多AI的公司 他们都在做这个sock 所以也明确 肯定是有很高的需求 这个需求会逐年再增高 而且为了后面的融资也好 怎么知道也好 走面也行 走市场也行 都是要这个东西 这是目前开始明确开始增长 但是这是个苗头 只能说这是个星 目前还是属于一个星星之火 还没有很大的一个范围 但这个需求是在增长的 所以前面这是五个 我们在澳洲本土 比较适合的岗位 特别想到是澳洲本土 那这个有四个不属于澳洲本土适合的岗位 但是它的需求还是很高 像刚才说的一个是AI scientists 和Dial scientists 这个需求在澳洲 虽然我们是在AI时代 但是感觉这两个scientists的岗位 应该会有很高的需求 但碰巧澳洲不是这么一个土壤 它不适合养scientists 机会特别特别少 大部分英语型 第三个呢是IoT Engineer IoT Engineer呢在未来明年也好 或者未来三年也好 需求量肯定是猛增 这个IoT Engineer的话 可能也是在一个混沌期 就是如何去给它标准化 比如说右边的特斯拉Robot 特斯拉的Robot 标准是一个IoT的一个产品 就是我们叫物联网产品 或者叫 或者叫嵌入式产品吧 都可以IoT的产品 那后面在这个特斯拉的Robot 进行应用开发 那到底是直接用IoT的方式去做 还是特斯拉应该会提供一个SDK 我们叫SDK 提供这么一个开发平台 在这个特斯拉Robot进行更改 我相信是后者 应该它会提供一个SDK 直接做 我们可以叫IoT Engineer 或者可以叫IoT Robot Engineer 但实际核心也是写代码 只不过说写的代码是放到这机器人里面 这个需求肯定会增高 但是呢它可能在澳洲增长不高 这个是IoT 最后一个呢是Blochain Engineer Blochain Developer 它是不是澳洲其实无所谓的 因为Blochain Developer 大部分都是数字游民 它可能在澳洲也好 在迪拜也好 还是在那个巴厘岛也好 都行 所以说任何人都可以申请Blochain Developer 也没有任何的我们叫Visa的限制 你们可以申请 但是也是一样看着行业本身 它的增长程度增长得不错 申请会不错 增长慢 那就不适合 所以这是需求正在增长的 这四个行业 但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有机会进去的话 也是很不错的 五个目前需求会下降的行业 我特别写了一个争议点 因为我今天讲完 肯定会第二天会被人骂的 肯定会有人说我的 五个需求 五个需求会下降的职业呢 所以我特别想强调的是一个 是数据分析 可能大家会大点眼镜 这数据分析 应该是在IT行业里面的 为什么会出现下降这个回事 数据分析是这样子 数据分析这行业不可能会消失 但是呢 它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 初级的数据分析 可能是非常快速 会被AI工具取代 而且AI太擅长做这个事情了 像前面我说的这些东西 AI engineer做的这个东西 AI engineer做的 Design and BIOS Training Deploy 只要数据呢 拿到这个分析东西的话 其实是别的岗位的人需要做的 就是不一定是专门有一个数据分析师 来帮你去提供数据分析的结果 而是比如说 比如简单来讲 产品经理他想要某一个产品的数据分析的报告 比如说Marketing 他们想要某个数据的某个部分的数据分析报告 而且像产品经理Marketing HR 他们有自己的专业知识 他们能够更准确的需要到 他真实的数据的内容做比较 而不是在需要一个第三方 帮你提供一个数据分析 这就是目前可能会数据分析行业 带来的一个大的变革 就是通过AI的工具 然后去改变 但为什么未来三年不大会改变呢 是因为大部分的数据并没有数字化 大部分的数据还没有进入到AI engineer那边 只有是到AI engineer那边 数据真的数字化了 然后所谓的我们的 其他的职能员工 包括Marketing 包括其他部分的人 包括Sales 甚至说包括Sales 他们想获取他的一个数据结构 他直接写一句话 他拿到一个结果 到那个时候的时候 数据分析他的岗位 Junior 我说的Junior岗位 就会迅速的减少 就跟现在的会计很像 比方现在的会计一直说 OK我们会计行业 一直需求 一直是在job list上面 但实际上大家心知肚明 会计行业 Junior的岗位非常非常少 这跟十年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现在留下的岗位 大部分都是Senior 其实这就是 可能会是未来的数据分析 但是未来数据分析 可能会换别的方向 他可能就不是做现在这个部分 他可能会转到其他部分内容去做 所以这现在是数据分析 因为我看到很多数据分析的产品 我已经看到很多AI数据分析的产品 他可以快速给出一些结果 甚至说这个结果可以要求 比如说 比如说我作为一个老板 我想每天 每周周一上午10点 自动给我一份 关于cells的数据分析报告 不需要自己写代码 他AI自动每个周给我一份 这就可以实现了 那如果这个实现的时候 其实很多东西就不用再做了 我只想要我最终的一个结果 但是主要是实施的人 得懂这些知识 knowledge才比较合适 才能拿到真实的结果 只不过数据分析的人 可能更加知道这些结果 然后给你这个 给你最后的一个数据 帮你去做这个事情 这就是数据分析 未来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但是你数据分析 这是一个技能 你学是好的 职业路线可能会越来越难 但是呢 数据分析的行业也非常非常大 包括金融的数据分析 包括marketing的数据分析 包括sales的数据分析 包括分控的数据分析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数据分析 所以不是所有的数据分析行业都出问题 AI还没有办法在三年时间进步这么快 更多的是它只是流于表面 作为一个AI 把一些问题解决掉 但深层次的部分 还是目前靠人 现在节目来讲 未来三年可能不一样 可能三年之后不一样 但是未来三年应该差不多还是这样子 这个数据分析行业 但数据分析呢 学是没问题的 也学起来也很好玩 但就业的时候可能要想一想 或者就业也没问题 未来三年会不会变吗 三年之后可能要想一想 先三年 然后UI UX designer 其实目前这个整个行业 出现最大问题是这个UI UX designer 确实需求 不得不承认需求确实少很多 尤其这几年 它的需求非常大量的减少 尤其是junior的 还是一样 就junior的UI UX designer这个行业 非常少 如果有同学想要走UI UX designer 我建议两条路 第一条呢 是 你对UI特别的擅长 你可以继续走 好的UI很难找 大家都知道 好的UI非常难找 你可以继续走 如果你觉得你没有这个天赋 UI 建议换行业就换 就不要再做UI了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AI UX designer 像前面说的一样 就大部分的行业实在减少的 AI产品设计这部分 大部分的行业是减少的 你做AI这部分的内容的话 实在增加了 但这部分的经验很难找 就如果想正确的走 AI这部分内容 其实简单还是很难找的 这就是UI UX 如果我不知道 今天晚上同学 有谁要走这个行业 那第三个呢 是测试的QA 测试的QA 目前简单测试 未来的RPA也好 或者说测试也好 已经开始U-C-suppress 等了这些 说句实话 它开始慢慢可以通过 人工智能的形式 去帮助测试了 无非是需要有个人 去引导所有测试 去完成 那个AC的acceptance criteria的 去一个测试完成 需要有人去操纵而已 但所以说它的需求会降低 这岗位还存在 但是值需求降低 然后ID-support ID-support 目前来讲的话 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云端化 但是如果说 喜欢用本地 本地机器的人 本地公司的人 ID-support 肯定还是会有的 只不过说很多的公司 不大再需要 ID-support的岗位了 他们在网上 可以直接进行 所有权的分配 以及所有权的划分处理 就ID-support DBA更不用说了 未来的整个的数据行业 它query的模式都在变 就它query的方式都在变 就像刚才说的 用tompt去获取数据 而不是像之前用sql 做扩取数据 这个东西也正在变 所以整个DBA 当然也 我估计没什么人从事 DBA 也是在整个的改变 这就是五个下降 需求下降的一个职业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欢迎大家在tel里面说 然后最后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如果说是去做AI部分的话 这可能是我们目前能够常见的一些AI方面的工具 使用 像XGBT不用说 最常用的 Ramid Journey是做图片的 Azure是目前 Stability AI 还有少写一个 这两个Mid Journey和Stability AI 都是做图片和图像的 这两个比较常见的工具 Azure提供AI Service Ramid的话是做video的 就是现在可能你们在抖音上可能刷的一些视频 就是一个图片生成video的方式 就是Ramid Realms AI的话是在悉尼 就是我们的华人之光创建的做AI agency的 AI agent做AI agency 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叫work place 用AI取代人工的公司 现在其中有一个澳洲的澳洲之光 澳洲的AI之光叫relevance AI 他们现在也招的是AI engineer 我跟他们老板谈过了 像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relevance AI部分 其他部分是模型 像这个公司的话是做数字人的 是做一个数字人的 Sona是做音乐的 copilot是帮助写代码的 两个copilot Github 微软的copilot是帮助更多自动化的 像这是二四年年中 年末可能有很大变化 像UiPath什么呢 UiPath我们叫rpa 就是叫robot process automation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正在做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呢 比如说你现在看到一个桌面 现在咱们的电脑桌面 你跟AI说 你帮我打开文件夹下面 某一个视频帮我找出来 然后打开自动播放 就把这个命令给他 告诉这个rpa工具 然后他就自动给你找到 然后自动给你播放 这个我们就叫rpa rpa说有什么好处呢 就可以把一些很多自动化的部分 的工作 重复性的工作的部分 你告诉电脑里面的AI 他会自动帮你完成 现在微软不是新出了一个AI电脑吗 但是现在不是用的还不是不好吗 那未来再进化几次 差不多就可以了 就是比如说像我说的 我通过语音告诉这种传文字 帮我每天从A盘里面的某个文件 每天帮我移动到B盘 像这种简单的应用就有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rpa 所以如果说要从事像刚才今天最多 最讲最多的话 其实就是AI engineer 然后这部分的内容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就是AI 小rin 有兴趣 CI 到